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3月12日17点38分联合报记者林静佳及时报道无姓女子上个月骑驻机车闯进国道1号北上园林路段,还不断变换车道超车,一辆宾式车陈姓驾驶看步 下去,向她逼车制止前进,甚至下车将女驾驶机车钥匙拔走,过程被无女行车记录器拍下,事后她对陈南提告,彰化检方侦查认为陈南逼车是出于紧急避难,犯罪嫌疑不足作为不起诉处分 行车记录器画面显示,无姓女子今年1月14日下午骑乘机车行驶国道,期间变换车道车道,再回到外侧车道 突然一辆黑色宾式不断网路歼逼车,车上陈姓男子58岁还下车拔下机车钥匙,骑士只好打电话求援 不少网友看到影片留言踏罚陈南行径也是危险驾驶,乱车行为恶劣,危险,到底是装什么在脑袋里 自己升格执法单位,很母汤,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白牌就是爱违规,一锅老鼠使坏了一粒粥 这种素质还想上国道,为了安全,帮你保管钥匙 陈姓男子贞讯时指出,他在西罗交流道时,就看到骑士在国道外线骑车,按喇叭提醒他违规 本以为他是误上国道,应该会从北斗交流道驶离,没想到他继续行驶,且不止在外线车道,还骑到中线并左右变换车道,也没打方向灯 觉得这样太危险,才会下车蓝停,但看他机车未熄火担心他在骑走,才拔取机车钥匙 检察官认为,陈姓男逼停舞女是避免他继续在国道行驶,造成自己在内的其他国道用路人发生危险,符合紧急避难的要件,写事后两人倒托 调场时,陈姓男就将钥匙还给舞女,他并没有要将钥匙占为己有,险方针对陈姓男涉及公共危险,详制罪于抢夺最嫌部分做出不起诉处分 女骑士误上国道,却遭逼是轿车逼车拔钥匙 图,翻射自负能量宅肥穹鲁蛇萨克克斯普西翁分享女骑士误上国道,骚宾是轿车驾驶B车,拔钥匙 图,翻射自负能量宅肥穹鲁蛇萨克克斯普西翁分享分享分享留言烈意